今年來越來越多人熱愛出國騎單車旅遊 但有民眾向蘋果新聞網投訴 華航近日變更自行車託運方式 從原本的軟式吸車帶變更為硬核吸車帶 造成車有困擾 投訴人表示去年和朋友到日本騎單車 當時搭乘華航用軟式吸車帶託運自行車 並順利上機 但今年想再搭華航到日本騎單車 卻被客服告知需用硬核吸車帶或紙箱打包才能託運 投訴人批評以往華航只有規定要用專業的運輸帶包裝 這次卻限定用硬核吸車帶 已經造成車友的困擾 經蘋果新聞網查證 華航近日已將官網針對自行車託運的公告文字改為 需使用專業的硬核運輸帶包裝 讓不少車友抱怨台灣號稱自行車王國 卻對單車客這麼不友善 而對於公告的調整華航強調 用專業的硬核運輸帶包裝都是為了保障託運物品 而另一家國籍航空長榮航空針對託運自行車則規定 輪胎需洩氣並使用專業的運輸帶包裝 破密封在紙箱中 且託運前手把需轉90度固定 以確保物品安全 傑安特旅行社經理蔡嘉金指出 國籍航空針對自行車託運 都視為個人託運行李內重量補定外收費 但外籍航空多半要額外收取100美金費用 蔡嘉金說 專業自行車洗車帶分成軟飾與硬核 而多數車友都會選擇軟飾 因為價格較親民一個月8000元且使用方便 只需拆前後輪適合短程航班如日本、韓國 但硬核要價約2萬元且打包困難 需要拆龍頭及座椅 適合長程航班如歐美國家 因為若是選擇軟飾怕會被行李壓壞 專家建議如果要攜帶自己的單車出國 拖運前要妥善打包 特別是容易壞的變速車、體調零件 可以先拆下來額外用泡棉紙包好 此外現在日韓或歐洲的主用單車規格都不錯 也可以考慮到當地載主車